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表示 8月2号晚开始 东部战区陆续在台岛周边 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此次行动是针对美近西 在台湾问题上消极举动 重大升级采取的严正震慑 是对台独势力谋独行径的严重警告 8月2号晚开始 东部战区陆续在台岛周边 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在台岛北部 西南 东南海空域 进行联合海空演训 将在台湾海峡进行远程火力实弹射击 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 这次联合军事行动 是针对美和台当局 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 所采取的必要举措 战区组织多军兵容部队 陈体系全要素转开 进行联合封控 对海突击 对陆打击 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对性演练 和精导武器的实弹射击 全面检验武器装备性能 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做好应对一切危机事态的准备 我们正告那些心怀不轨的 窜台人员和台独分子 东部战区部队 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 反击一切挑衅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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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8 7 8